两个来回 咱们再换古绿色的织啊 每一个颜色织到正面的时候都要换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第一针都要织啊 不要直接挑下来 要换线要织 但织的时候这一针不要拉很紧 就是稍微带一下就好了 后面的你稍微织紧点都没事 但是这个边边上的第一针千万不要织很紧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斜边的话 这个地方是换线的地方 如果说你这边把它拉得很紧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边上是要 像这个边上的话 它是要挑到 就是要织好之后要拉伸到鞋底的 是这样子的 你看 是这样也要拉伸上去的 如果你把它织的很紧的话 你到时候鞋面织好了 然后好比说你织的40码的 然后你拿了40码的鞋底 发现撑的时候不太能拉得开 不太拉得开 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织的很紧的话 它弹性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的话 然后拉伸不开 然后上鞋的时候就觉得鞋面织小了 诶 这边脱了一只 所以在织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边上的那个换线的那个 就是两边这个正面换线的地方 不要拉很紧 稍微带一下 你这个后面的这个 正面就是这个鞋背鞋 后背的这个地方 稍微直紧一点都没有关系 好 又直到了反面 练线下来 好 第三个来回 我们都织完了 我们还在换线 又要换线了 双色的织的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颜色织一个来回 好 再换线了 好 再换线了 好 再换线了 第四个来回 制好了啊 下面的制法就都是一样的啊 就按照我这个方法鞋上的处理 加上这个换线的地方要怎么弄 我这边是已经织了四个了 可以这样数一二三四 然后后面的话 像我们3940码的话 这个总共是要织26个来回 我这边已经织了四个